一起动动脑 优格姐姐 优格姐姐 怎么了 嬷嬷 急急忙忙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优格姐姐 老师做了一样作业 叫我们要换我的家庭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嬷嬷手上拿着图画纸 原来是老师要你们画画 对啊 可是我好烦恼哦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画 老师说 不能用彩色笔跟蜡笔 那你可以用水彩啊 水彩 没错 那现在优格姐姐 就来看看嬷嬷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除了彩色笔和蜡笔之外 还认识哪些画画的工具呢 这里分别有水彩笔 毛笔 油画刀 小朋友 动动脑 想一想哦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的水彩笔 水彩笔要用什么才能画画呢 是要用水彩 黑黑的墨汁 还是油画颜料呢 水彩笔 是水彩吗 毛毛很棒 答对了 水彩笔就是要用水彩 水彩笔沾点水 再挤上一点颜料 就可以在图画纸上面画画哦 毛毛 你等一下可以跟小蜜用水彩来画我的家庭 好 我等一下就去跟小蜜借水彩来画画啊 嗯 油画姐姐相信毛毛很有艺术天分 一定可以画得很棒的哦 油画姐姐 你这样夸奖我 我会不好意思耶 哎呦 毛毛不要害羞了啦 接下来第二张图片是毛笔 毛笔要沾什么才可以画画呢 是要用黑黑的墨汁 还是油画颜料呢 啊 我有看过我爸爸写书法 毛笔要沾上黑黑的墨汁 才能写字画画画哦 嗯 毛毛很棒哦 答对了 毛笔就是要沾上黑黑的墨汁 才可以写书法或是画画哦 嗯 我爸爸写书法的时候 字好漂亮哦 我长大也要学会写书法啊 嗯 没错 写书法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来最后一题 有一点点难度哦 小朋友动动呢 想一想 油画刀应该要用什么东西呢 嗯 油画刀 啊 答案剩下一个 应该是油画颜料 叮噹叮噹 毛毛答对了 嗯 佑哥姐姐 油画刀是刀子吗 油画刀只是长得很像刀子哦 只要在油画刀上面挖一点油画颜料 刮在画布上就可以增加立体感 如果不小心画错了 也可以用油画刀把颜料挖下来 这样就不用担心画错的问题了 哇 好特别哦 今天多认识了一样画图的用具了 嗯 毛毛很棒哦 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也很棒 下次再跟着优格姐姐 动动脑连连看哦 毛毛 那我们赶快跟小蜜 用水彩来画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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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